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睇聚集居 我是Adam 我是Hebe 上一集就跟大家说了 雷窩造人的故事 今集就跟大家说一下 雷窩最巅峰的故事 练石堡青天 根据这个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所说 雷窩造人之后就回到他所在的地方 为何去补天呢 在补天之前就要跟大家说一点 天为何会漏了 漏了 穿了 穿了 漏在哪 话说当时就有一位人类的统领 叫做尊玉 尊玉 尊玉 他是五帝之中皇帝的子孙 他就是统治人类的皇 除了他就有一个神仙 叫做贡宫 贡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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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沒正職 但他很不服氣鑽玉為何可以統治人類 所以他就說我要挑戰你 我要做這個人類的禍 挑技了 他就策劃了一場起義 要跟鑽玉打架 但打輸了 但你說他常身很灰悟 又有空肌又成 但打輸了 他打輸了一路之下 撞了一個叫做北周山 這座山 他撞了嗎 對 他撞倒了這座山 這座山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傳說中這座山是撐起天和地中間的一條柱 當時一共有八條柱撐著天和地 他就撞倒了這條柱 令到天穿了一個大洞 天和地中間撐住 中間有一條柱撞倒了 他就這樣好像打斜了 噢 立了 地下有一邊就撞起了 天有一邊就倒了 還穿了一個大洞 宇宙裏面的一些隕石 天火 就在洞裡掉下來 那海呢 因為地殼的變動 就有很多海嘯 有洪水 就剛剛好 跟聖經裏面的大洪水 筆紋頭 那時整個地球 都是水深火葉之中 因為周圍都是災難 呂窩娘在天上看到 人間這樣的苦難 他就下來想補天上的一個洞 但是因為天的洞 不是說補一個洞 所以 你有爭線又怎樣 所以他需要搜集 數百萬千萬塊的五彩石 然後要找一個能力很好的地方 將它們練在一起 才可以補到天 那麼五彩石呢 我想都是水晶 玉石 即是五種顏色的 總像石 是的 那些五種顏色的天然石 將它們聚在一起 最終裏窩娘娘集齊了 千千萬萬塊這些五彩石 去到一個山頂 將它們練習成三百六十五萬塊的 長是有十二杖 闊是有二十四杖 那麼大一塊 有三百六十五萬塊 那現在去到什麼 是天 哦 哈哈哈哈 就補天了 因為天上面不是穿了洞 就有很多天火掉下來 所以呂窩娘娘就要舉起這個大石 一塊一塊這樣升上去 忍住 忍住什麼 忍住天火的熱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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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住是另一個動作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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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能補天上面的洞 當它終於把這三百六十五萬塊的巨石 補天上面的巨大洞之後 地球又回復了當日安全明正的環境 那到我了 有兩個神在打架 撞倒了 共公和尊玉 共公和尊玉 其實他們打架和賢石寶清天 根本就沒有關係 打架可能因為地區性權力的鬥爭 那你剛才所說打架和打架不關寶天 那寶天是為什麼 呂窩是傳送了一些石頭或者寶天的物資 上去天 那當然我都是channel這樣的情況 但是呢 原因和事實就並不是寶天的 是有些外星的勢力 那它下來地球 那它拿一些地球很普遍 但是外星沒有這些這樣的物質 要傳送上去的 譬如玉石 譬如是水晶 或者礦物質 或者它們需要用作營料 那些用的物質 是的 那相信大家都可能 如果有研究一些外星的圖 會看到有些太空船在吸一些星球的東西 其實就是好像穿了個洞 好像在吸一些東西 拿著它們的物資 是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在我們的地球遠古的時代 已經有這件事發生著了 那所以呢 那些人看到有些石 很大塊的蒸石 上去天就以為是鋁窩在補天 其實是在混一些石頭 在混一些資源 不就是石頭 如果我是當時的魚齒人 那天突然打開了一個洞 很光很光的 然後 叫做有天火 是的 七彩顏色的 可能礦物質 蒸石那些東西 不斷飛上天 那我是一個魚齒人 我看上去 哇 它在窩暴天 它自己還可能會飛起 那它覺得它是一個神話故事 很厲害 上去之後 那天還合起來 還沒有了 是呀 搞定了 好厲害 原來是這樣 所以眼見就未必是真神 女窩就佔了一個大功勞 公公就揹了一個大禍 所以如果我們現代人 回到古代 按個廁所 沖個廁我都成為水神